平时就常常有尿道发炎的问题 大概平均是每40天就来一次 觉得这个身受其苦 当发炎的时候 我晚上就贫尿 有的时候更过分 也许是每个钟头一次 那么就影响我睡眠的状况 那么因此 想就尝试一下 姜粉灌场 效用是怎么样 那么我们一共是有两次的经验 第一次喝灌的时候 时间用的比较久一点 因为姜粉就比较难进去 进去的数量也许不是那么大 所以就花了点小的时间 回去以后好像没什么感觉 当天晚上一直也没有去厕所 反而一直是睡到第二天的早上五点 中间我只有起来过一次 我正好因为那段时间尿道发炎 第二天上厕所的时候不痛了 所以我是觉得是不是再试一次呢 就第二个礼拜呢 我又再试了一次 灌了姜粉呢 感觉上是比较多 就觉得进口的地方呢 就有一点点发热 就回去重新睡觉到第二天 也没有这个感觉 觉得要去厕所 很正常 天天正常的时间上厕所 我一直在注意到 上厕所的时候 会不会又来酸酸痛痛 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过 所以我觉得感觉效果是非常的好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